最后祷告的系列 我有能力祷告的系列 主题是 祷告神一定听的秘诀 想不想学啊 想啊 祷告神一定听的 遇到上帝非听不可的 这个秘诀 真的 我担保你 你是从来没听过的 这一些秘诀 是没有公开的 所谓秘诀 这几个 我有十个秘诀要告诉你 但是还没有跟你讲时间啊 我们来跟你讲个笑话 有一位学生啊 他经常数学很不好 就是不及格 被逼他的父母亲把他转校 转到基督教的学校里面 然后半年过后 这位学生哪淋单 数学淋单的这个学生呢 竟然考上A啊 然后人家妈妈就问很好奇 是不是学校的修理教得很好 还是教材教得很好 还是祷告呢 然后小明就回答妈妈说 都不是 当我第一天去学校的时候 我就看墙壁有一个人 被钉在那边 钉在那个十字的那边 我就开始感觉到 这间学校不一样 他们说到做到 如果我数学再不好 我可能就第二个被钉上去了 明白意思吗 这会有很多的回忆错意啊 以为说 所以也是好的 看以后再来听 我在讲道 谁没有听到的话 我放十架 下一个就是你钉上去了 开玩笑吗 OK 我们就回顾上个星期我们讲的 我们讲到如何祷告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讲到 祷告是一个很属灵的事情 是吗 因为你每次祷告 你没有祷告 每次行 祷告就很多的砍头来了 就很多的拦阻 拦阻你电话响啊 孩子哭啊 或者折磨状况 什么都发生了 所以请你记住 如果你祷告有状况 你祷告有拦阻 正常的 因为这个属灵的事情 因为属灵上 在灵界里面 有一股力量 拦阻你去祷告 拦阻你去亲近神 然后呢 我们还讲到 我们不要放弃祷告 因为这祷告 能够达到一个小时 不是从一天就能做到的 罗马 不是 万里长城也不是一天造起来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坚持 第二我们也想到 我们祷告说要向父求 我们不是说不可以奉耶稣 主耶稣啊 神的儿子啊 弥撒亚 耶和华 我们不是这些名字都不可以用 但是我想强调的 如果三位一体都同意 祷告向父求 我们没有什么好反对的 明白吗 所以祷告向父求 父就代表三位一体的 一体来领受这个祷告 然后我们也讲到 我们应该敬拜祂 我们来祷告前 不要先好像欠债的 给我给我给我 我们先敬拜祂 然后后面祈求才是后面的事情 敬拜的时候呢 神灵会光照我们 我们心中所不知道的罪 什么是罪 我们认罪 我们认罪就是赞同跟神说的话 赞同神都有我们的看法 而不是随便隆重 主啊你认罪啊 认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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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双方的 不是一方的 不是一方的 上帝看为罪的 我们没有去做 啊 我们便便去做 我们就是犯罪 上帝 然后同时呢 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只想到自己啊 为你的家庭 为你的孩子 为你的生意 为你的工作 为你的家人 完了 什么东西 祷告了 请你为别人的需求来祷告 当你为别人的需求的时候 你就讨神之间 因为你看重神的国度 你看神的国度的需要 而不你个人的需要 然后你祷告的时候呢 然后祷告要有目标 要有明确 然后最好是写下你的祷告 得起来 然后你象征那个祷告 然后祷告过程 要审查自己 有没有饶恕别人 因为我们不饶恕 祷告就被拦住 然后常常求主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智慧 免得我们陷入了那个 跟神破坏关系的那个 试探 然后最后我们在线上感恩 我们就终于要完成一个小时了 我想问 上个礼拜我讲完了之后 有多少个人回去自行呢 感谢主 我的心没有被摇 我的信心没有被摇动 起码还有一个人回去自行 兄弟妹 祷告一个小时 是从你那一分钟开始 如果那一分钟你不祷告 你不要讲一个小时了 连十分钟的闲多 一定要开始自行 OK 今天我们来学习神一定听的祷告方法 在基督里 人所得到最大的机会和特权就是祷告 不是啊 要上帝祝福你啊 越来越后谁啊 哪个不是 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特权和最大的机会上帝给我们 就是我们有个全病来祷告 不是每一个人 世人都可以自由的来到上帝面前 因为上帝是要有吃下这个全病的 圣经讲 凡借待祂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祂就是他们全病做使的 所以我们有这个特权祷告 正因为啊 祷告力量很大 魔鬼就想尽办法去破坏 在个人和教会的祷告 所以为什么我要祭 我要建立祭坛 我要建立祷告会 我要建立祷告分享会 我要建立敬拜小主 如果你有心事啊 有时间的时候啊 广告时间 你有时间的 八点半星期一 你来参加敬拜 敬拜 我们没有讲太多 就纯粹敬拜而已 我们就随着圣灵感动你 每个人都可以领唱 每个人都可以宣传一首歌 我们就领唱 我们就在那边愁 逃罪了神的同在 先建立神的祭坛 我们星期二八点半 一样有祷告 你把你的祷告示下来祷告 你带你朋友过来 记住 星期二晚上 如果你遇到那个家庭有问题的 有生病的 有很多难题的 有公讨的 有甚至被鬼夫人搭带过来 我相信那个地方就是释放着力量的地方 所以我们祷告 然后祷告的 祷告 教会的祷告有多强 人力就有多强 大家祷告 教会的祷告有多强 人力就有多强 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这一点 我肯定搞对撒旦非常清楚这一点 因此他不意让人顾及祷告 不让人发挥祷告的潜能 祷告神一定听的拦阻 我分为录像我们来看 大家一起读好不好 一二三 一人热心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能功效的 Amen 这句圣经 如果你有一定的年龄 一定的信主的年龄 你并不对这个经文 有所陌生 这也是应许 如果你能够把 或者一人热心祈祷的 是大有功效的 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到现在是这样 问题是 我们的问题来了 大家讲 大家讲 有祷告知识但顾念 有祷告知识但顾念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光知道不实行 我们因为这样而知 因为知道的事已经够了 知道该做却不去做 撒旦就喜欢我们做基督做这样 知道了就不去做 祷告不难 祷告不难 祷告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重复做才难 简单是 重复做 你就变成专家了 我们常有这样的错误啊 什么错误呢 我们以为了 我们 祷告 听得多了 我们就表示祷告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去参加 祷告 祷告 然后 电视班 然后什么课程 什么课程 他们听得太多了 但是从来都没有动一个手指 都没有开口来祷告 如果 牧师讲了七堂的这个讲道系列 你从来没有开始 那不是 你的失败是我的失败 所以 不要只是光有祷告的知识而已 要学习 祷告不得到答应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光做 祷告知识的专家 却不做自行祷告的大使 听懂我意思吗 很多人很 应该讲道的 哎我懂了 我知道了 我曾经有听过了 你祷告了 没有 是吗 很多人知道 是一件事情 其实行动是另一件事情 常常做专家 但是不做大使 中意没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祷告被拦住 因为我们只说不念 我们只知道的 我们脑袋 基督教最恐怕的事情就是 人一来越懂太多 早上一个 你来参加教会 你五个五十二个礼拜一年 你听牧师讲道 你都听得出耳油出来 耳油啊 然后呢 你就开始变成我们常常讲的 听道经 你越听越清明 你越听越清明了 你会变成经 听道经 开始参加 所以那边 嗯 今天牧师讲的 嗯 很好我口味 这个我知道了 我明白 我知道他在讲这句什么了 这个要听道经 这是很恐怖的 听道经之后呢 这就拦住你去学习 做牧师也一样的 我常常跟一般的牧师在一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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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 我 我的 我的 我的福士年龄不长 也曾有一段时间是离开的 但是我 我 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知道 我就会知道 哪一个牧师啊 是 怎么样 是 他特别 有恩膏 特别有经验 还是 他是脉弄他的 他的经验 你也知道 OK 我们来看第二 好 好 我们大家一起读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 一二三 因我们行事为人 是彼此信心 不是彼此眼见 我在讲英文的版本你听 for you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这是很重要的经文 如果你能打发这样 整个基督教的信仰 你是凭着信心来行事为人 不是凭着眼见 不是凭着眼见 很多时候啊 我们常常就是凭眼见 夸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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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许这个字啊 都要有信心才能够听得进去 我取历 取历 听了啊 有一个很浪漫的一个情人 romantic romantic的情人 对着他的情 对着他女朋友说 为了你 我愿意爬到世界最高的高山上 向着众山大声呼喊着我爱你 我愿意为你摘下天上的星星送给你 我更愿意为你攀山夜里寻找珍贵的宝石送给你 为了你 我愿意下到海底世界去 取下美丽的珍珠送给你 偉大嘛 偉大嘛 那个女朋友就问他 你这么爱我 你愿意为我去死吗 然后那个人就说 我死了 谁来爱你 你知道我意思吗 很多人只是讲很多的东西 我们就好像在上帝面前啊 好像跟上帝谈情说爱 当上帝要求的时候 对啦 我们知道 应许 知道应许 没有对应许产生关系 没有对应许产生龙头的兴趣 哎呀 上帝讲完了 也不管我的事 这不是我的 你必须要有一个东西啊 看到这个应许是我的 你读了圣经之后 主我就拿了这应许 这应许是我的 我claims it 我一直宣告 一直讲 一直讲到这事情发生的一次 明白了 我们一起看下去 我们来我们这段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九节 一二三 和他听见天国道理不平白了 那可就来 把手撒在他心里的左耳心 这就是撒在入堂的了 OK我们一起来讲 一二三 听到左耳尽又而出 明白啦 我用的中文是不很难的 这些三岁小孩三年级的学生都懂了 听到这边这边出 当我们听到没有把它吃进去了 诶 听到很容易啦 听到是很容易过去的时间 但是多少 牧师过去跟你讲的道 五十二个星期里面 多少的道是真的你把它吃进去 然后收藏在一心里面 听到左耳尽又而出 死在你旁边说是你吗 是 真基督徒应该死到的 而不是只是光听到而已 听了神的话 而没有啊 却没有把火融进生活里面 这就是祷告蒙垂听的另一个障碍 因为基督说 恶者立刻来偷走神的祸盈 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 什么事情呢 魔鬼不怕你去教会 他也不怕你来听到 他唯一怕 唯一怕的就是你醒到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一二三 魔鬼不怕你去教会 魔鬼不怕你去教会 他也不怕人听到 唯独他怕人心到 当你真的去醒到的时候 你生命才开始扩展 OK 我们再看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一二三 这里发书不可离开你的头 中亚中业思想 好使你经受真心的书上所写的一件话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恨通 要怎么样才能云通顺利呢 圣经讲 他要昼夜思想 默想神的火 昼夜思想是什么概念吗 阿杰 杰 昼夜思想是什么概念 昼夜思想是什么概念 昼夜思想 默想是什么 默想的希腊言文叫做 Nelatau 大家讲melatau 意思是 心中凡复的去思想 圣经所讲的 默想 Meditation 不是好像那些 Nelatau 不是这样的 圣经所讲的那些 这些梦想啊 并不是 无意识的一直在受念啊 而是用心 在你心里一遍又一遍的想 以明白其中所有的真理 接受进来 运用在你整个人的生活中 如果你听到 你只是 硬仇 似的来提到 魔鬼就聪明的心中夺去 我这也证明 也能够说明 一些人信了耶稣死你 又怎么样 很多人跟我讲 牧师我已经信耶稣十年了 我更的兴趣 不是你信耶稣有多久 而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 扎根有多久 我信了十三年了 但是我在算看我的二十三年里面 有多少日子是空白的 有多少日子是不被人记忆的 有些人信了耶稣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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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祂的灵命里面 就好像一岁的宝贝 从来没有患 从来没有长大过的 看他出来 是一个很成长的孩子 可是他天天都穿着老灵 冷气不大冷他就哭 冷气太冷太哭 所以这个环境来说找这个人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一二三 你们祷告不可像蛮旁人 用希望的重复吗 他们以为过多了就无垂定 他他讲只是希望并无信心 另一个东西呢 常常令到祷告被难住的就是希望 那我要告诉你 神的作为啊 必须透过祷告来完成 人心中所起的盼望 影响神的作为 盼望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个是正面的 第一个是负面的 第一个是正面的 把圣经对盼望 就是将来肯定会实现的定义转为信心 运用在现有的环境里面 第二不是圣经那种的信心 只是心中的磅膀 常常有一首歌这样唱 那是我无几八般 因为今天的歌害死很多的人 因为那首歌只讲 那是我无几八般 I wish I have I hope I have I hope I have 这种的希望圣经讲 是没有结果的 我没结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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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知道里面有这样讲 I wish I have 这种的盼望 是上帝不能看到你的梦想实现的 如果你三个礼拜 有来 三前两个礼拜 有来参加这个 讲道的那个系列的话 你知道很多梦想 所以要在地上 世界上有两种人 一种是造梦的人 大家讲造梦的人 造梦的人 另一种就是 发白之梦的人 发白之梦的人 所以在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一个是造梦的人 然后知道这个梦 能够梦想成真 另一种呢 就是发白之梦的 I wish I have Luna Siwa Ujibaba Nzairoho 他从来不行动 他也羡慕别人有 自己没有 哎呀 魅力了 魅力 是吗 基督徒的信仰 基督徒的希望 并不是这么样的 我给你看一个经 给你看一个言文 你就明白 在我们过去的系列里面 我们也谈到这个信 对吗 信这个希腊言文叫Betis 大家讲Betis 意思是说信仰 然后少讲一讲的东西 就是固定 固定是什么意思呢 确定 肯定 也表示认定 或者确信的意思 很奇妙的希望的旺 在希腊言文叫L-Peace 大家讲L-Peace L-Peace 意思就是期待 A-SPECTED A-SPECTING 有些人啊 这个希腊言文很好啊 希望不只是Hope A-SPECTING 期待 等下我解释什么叫A-SPECTING 你就明白 然后 很奇妙的 同样有一句话叫做DUTING 肯定 这种的圣经的望啊 希望是根据信心 因为望就是所信之事物的终极实现 也带有固定的希望 另一种 我再讲一个负面的 有一种盼望 其实是心中的客观而已 而这种的客观 跟圣经讲的那种盼望 是不同的 它不是根据信心的 它是根据怀疑的 我们可以用这样来说明几种的道理 第一种叫做盼望 第二种叫做还在盼望 当我们说我盼望这个东西会实现 这个盼望是没有根没有底的 没有扎根的 这个盼望会不见的 我希望这个有用 这个也会不见的 我希望神能听我的祷告 你讲什么 我希望神能听你的祷告 你讲到非世界 你没说神能听你的祷告 你才来祷告 你不要希望神能听你的祷告 你还在盼望的是一种渴望 还在盼望或者是渴望的 会带来危险的 因为可能会把我们的祷告一笔够小 如果你还在盼望 希望来用这种态度来祷告 你简直就是把你的祷告定在地上 比如 你可能根据神的货来做了一个请求 你说主啊我相信 但是你找祷告结束之后 走出去的时候你告诉你 我希望事情会发生 你的祷告已经掉在地上 一笔够小 我来举个例子 你在炒菜办 哎呀忘记了 家里没有盐了 没盐 你就打电话给你朋友说 我正在炒菜啊 盐没有了 你可不可以拿一点盐过来啊 你做了一个请求对吗 而你朋友说 我马上拿给你 那你是在盼望也呢 还是期待也呢 期待 这个期待会发生的吗 这就是 hope 和 expecting的不一样 expectation 期待是能够实现 盼望是你永远不知道的 infinity 看到的分别吗 基督徒的 希望 性望 性爱 爱性望 这个望 是有根有极的 根什么 根据什么 根据信心 根据神的话语 神讲说 历程 祂就历程 上帝不可以跟你呼隆 从风水先生 骗你十年八年 上帝的话 从来不会说的 祂说 有就有 祂命令就令 Amen 所以我们必须懂得 光盼望啊 是无法诚实的 大家讲光盼望是无法诚实的 光盼望是无法诚实的 就讲你曾经想说 哎呀我学习不够好 我想在读夜校去拿一些 courses 有吗 我不知道你们有吗 曾经有人这样想 他想了五年十年也没有去读 有些人盼望说我去选电脑班 盼望 十年八年他也没有去学 你这个事情你盼望了多久 你可能两年五年十年你还没有去做 你不是很早很想减肥了吗 可是你有没有你一定的瘦身的计划呢 所以你十年过后才是见你这么怕 像牧师这样身材 因为我没打算要减肥了 看我身材 你知道我没有打算要减肥了 没有这种动力嘛 是吗 还有 你不是很早想换一份工了 可是啊 你连印证信都没有打出去 都没有写一封 你想换工 就是有很多人 就是有很多人 为了帮我打开我的搭 拿我个口琴出来 里面中里面的阿泪 我忘记一件提前的 口琴 Thank you 我不没有打算要吹口琴给你啊 因为我也不会 我从十五岁就有个梦想 我希望一天我能吹一口琴 但是这个希望到今天我活了三十八岁 我连一首歌都不会吹 我还跟人家讲 我希望我能够学口琴 有心人就去香港买了一个口琴给我 还买了情谱送给我 他知道牧师要写口琴 他很高兴送我这个一份领路 但是你看 旁边已经有灰尘了 我放在家里 神灰尘 我脸动到今天还没有动 我不怕告诉你 我怕我自己的 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常态给你 有些东西 为什么到今天 还不能达 梦想达成 因为你只是希望而已 You wish 你盼望 可是你没有期待 这事情会发生 所以今天叫我吹口琴吗 我会 我只能拿着他 很好我有口琴 但是我不会吹 很多 这是我的生活一部分 但是很多人啊 就好像我写口琴的态度一样 我希望一天我能够吹口琴 但是从来没有去做 明白了吗 祷告 拦住 就是你的希望 我希望上帝听我祷告 那你不要浪费时间了 上帝不希望 上帝不是这样希望的 上帝是大概有信心的 OK 我相信你明白了 只有信心啊 才会让你动起来 盼望是没有用的 大家 盼望是没有用的 盼望是没有用的 只有信心让你动起来 只有信心让你动起来 听好啊 这句话很重要吗 神的赐福已经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成就了 你当你要的那个东西 你一讲出来 上帝已经在天上已经做好了 等着你去相信 然后这样他才能把这个福分洗下来 有的人在半空中的福气就没有了 我们很多人光只是盼着 望着等着 没有得到所求 就怀疑上帝到底是不是真的 问题不在于神说什么 问题是在于我们本身怎么样态度 OK 我们来到下一个 我们来读一段经文 《罗伐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五到六 一二三 使徒为主说 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 主说 你们若有信心 向你的借在中 就是对着德上述说 你要把此人来 才在海里 他也毕竟从你们 我不让你有个曾经做过这样的祷告 但是耶稣的人 主有做过这样的祷告 主啊 请你增加我的信心 有吗 这样的祷告 这是一个不同的 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 门徒啊 跟耶稣要三连半 看着他团围 医病 叫死人复活 却还请求说 主啊 请你增加我们的信心 耶稣回答得很妙 你若有信心 向一地借菜种 就是对这棵上述说 你要把几根来栽在海里 他必听从你们 祷告求信心啊 我给你看 什么是借菜种 这就是借菜种 需要吗 我再放大一百倍给你看 这就是借菜种 耶稣说什么 只要你有信心 好像借菜种 这么小而已 你不需要信心多 耶稣说 你不需要信心大 你也不需要信心多 你只要有信心 好像借菜种 这样 我很辛苦去找我资料 找到借菜种 那是这么小的 你不小心拿就掉了 所以你祷告说 上星达求你增加我的信心 说 你不需要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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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信心 你也不需要多的信心 如果你祷告求信心 其实你在做什么 其实你就在求主啊 让我能够相信你了 我不认为你能祷告求主 求主说 求主说 你让我相信你 因为你不信就是不信 而这种的祷告基础 就是不信 所以这样的祷告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每一次说 主啊 求你加天 给我信心 因为 其实在说主啊 我没够相信你 都让我相信你 不能 信就信 不信就不信 就是很直接 你不能祷告主啊 那我更相信你 信心从哪里来 我从来没有 没有啊 听过这样的人 祷告这样的人 后来他信心增加了 我二十三年的基督徒 我很负责 很肯定告诉你 我没有看到这样 祷告的人以后 他变成了很大的信心 哇 巨星很大 哇 说耶稣的民宫 大没有掉 他终于没有掉 我没有看到 这样的大信心的人 圣经讲 只要你信心 好像戒财种 这么小 你就能叫这棵山树 如果 挪掉 栽在海里 他就听你了 我常常 我觉得 祷告从 叫祷告从哪里叫去啊 你不要叫老婆公的 LKK 老婆公的他会跟你讲 哎呦 别啦 那我很喜欢叫小孩子祷告 我带少年俊的嘛 我带孩子 常常去海边 去outting 去 去 去野餐 可是 那一天啊 天空不撞明 就下雨了 我就问他们 一般的小孩子 那小孩子很简单的 他们要 我就要他们 会跟你讲理由的 他们想去 冰淇淋 常常去海边 他们就想去了 然后我就说 下雨我怎么办 我们一起祷告 叫耶稣 叫这个雨停好不好 好 全部都讲不好的 也没有讲 别啦 别的 因为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我要去沙滩 我要叮咛 他不是 他不认为 这个雨是他的拦阻来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来我们一起祷告 耶稣啊 我们 梦耶稣的名 命令这雨 Amen 两分钟雨就停了 不是因为我的祷告 是他们的祷告 他的祷告比我 信心还要大 因为他很简单 我要去海边 我要叮咛 他目标很明确 他祷告 马上就得了 小孩子 能够 上帝能够听 因为他心中 没有眨眼 没有不怀 我们常常祷告 上帝啊 求你吃我信心 其实你要做啊 我不够相信 请你帮助我 让我更相信 你知道吗 希望 我今天跟你讲完道 以后不要再祷告主 求你自我信心 因为这样是不行的 悲痛的 上帝不会好像年轻的 哇 星星大了 以后你就能飞天顿地 好像Batman这样 今晚我要去看 哈哈 ok ok 我们再看一段经文 罗马书第十章 说 星星是怎样来的 什么也妹 星星是怎样来的 可见神讲 可见信道 就是信 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上帝的过来的 听见神的过 并且相信这过 接着身体力行 这样的就有信心 而且信心会增长 哎呀 告诉你一天 信心不会这样崩下来的 你必须听神的过 吸收神的过 然后去用身体力行去神的过 你就能够看到信心增长了 今天 问题不在你信心有多大 而是在你明白你的神有多大 我们常常在纠结而已 上帝我心情不够大 我相信我信心不够大 我信心不够大 而你没有看到你的神很大 你拜的是一个大神 大家讲大神 大神 大神 对啊 你拜的神是大神 耶稣是大神 跟你旁边讲耶稣是大神的 耶稣是大神 很大很大的神啊 很大很大 对 我不知道你可以看见了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 对吗 有些人讲耶稣 这么大 哦够大了 有些人讲耶稣 这么大 哦就够大了 每个人都有一把尺 这尺就是你的信心 你要量耶稣有多大 在乎你罢了 你敢相信那个不可能的事情吗 那你要用怎么样的词来量 阿们 所以 如果你相信你就能让天震动天地 或许你在想 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信心 我在提醒你宗教里面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善意的话语来的 如果你从来不打开圣经去读圣经 你永远信心不会增长 如果你想增长信心 请你多吸收神的话语 你懂多少 你信心就有多少 为什么我 为什么 好像我很 我很 很 酷口婆心 我讲到 好像在用 好像在教导的方式来跟你讲 因为我很懂一样的事情 属于原则 你懂多少 你的信心就有多大 我一定要突破所有的拦阻 包括你爱睡阿 你不转心阿 你在玩电货中 我要突破这个拦阻 让你达到 吸收到神动怀 你懂多少 你心情就开始长进展 这就是我讲导的方式 不管别人这种样的方式 我知道这样才能够真正帮助到的生命 也没差跟成长 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牧师 我不是想听讲一些你们喜欢听的话 我只想说我能够对你的灵命负责任 你是我藏里面的样子 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谁知用我的生命来喂养你 所以听到必须要有 懂多少 然后你先要明白你才能够去信 你不明白怎样去信 我跟你讲耶稣很大的 这马很大的 你试看阿 你相信 你怎么相信我 你不知道耶稣有多大 你必须明白到程度 这事实上太棒了 没有一个神比耶稣这么大的 你的心情就不一样 你所有的盼望 所有的寄望都放在那个神身上 你不去找别的方式了 你一定看到那个成绩了 OK 所以我们必须想 神在我们生活的各方面如何运作 因为我们必须在各层面上都有信心 耶稣说 按照你的信心给你们成全 这是耶稣常常讲的话 按照你的信心给你们成全 耶稣不怕你没有信心 耶稣不怕你的信心小 而是怕你没有信心 我们继续看下去 所以我们没有按照 这个你明白了 大家一起读这个经文好不好 一二三 你们何不早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远得不早是因为你们忘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私欲中 我们来读这本 一二三 冬季错物所以忘求 请问这些祷告都是什么 你跟神祷告只是为了要 宣扬自己所缘 你要宣扬自己 或者满足其他的自私的目的吗 还是你跟神祷告 要求祈求祂饮验自己的话 把国度带到地上 带到你的生命里面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这个经文如果你能够扩发 或者扩订 这个经文很重要 罗马说 约翰义书第五章十四 记得十五节 一二三 如果照着祂的旨意求什么 祂就提我们 这是我们向祂所存的信心 既然知道祂提我们的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所求以祂的 呼不得着 呼不得着 这里旁边讲呼不得着 呼不得着 呼不得着 如果我们按着祂的旨意求什么 祂就听我们了 而且你所求的呼不得着 知道吗 兄弟姐妹 如果我们动机是对的 我们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我们都不只是求自己吧 我告诉你 任何的祷告上必提 因为我们按着祂的旨意来求 因此 祷告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清楚你为什么祷告 如果有不对的动机 就求神赦免你 并求祂借着圣灵在你生命当中做工 让你有正确的祷告同情 时间点过我们继续看下去 大家读 一二三 我若心地注重罪念 诸必不清 那像刚刚人家讲这句话 我今天要纠正给你一些的看法 这里的罪念是什么样的概念 我说罪是 当然我们心里面有罪 神不听的是罪的 但是这个罪念是怎么样的概念 是不是我们每次祷告的拉住啊 你赦免我的罪 然后我们来 啊求你赦免 我们 如果我们动机对神不听的 我们是为了要神听我们祷告 我们来认罪 这样的罪 这样的认罪方式上帝不解答的 OK 这里的罪念我们怎么看 累计怨恨祷告受挫大家 累计怨恨祷告受挫 怨恨不利祷告 甚至男主祷告 怨恨通常表示有隐藏的恨意 表示你怀恨某个人 不愿意赦免他 放他过去 放他过去 你恨别人 结果自己的伤害反而更重 我们必须把恨保留给撒旦 你要恨 你就恨撒旦就好了 你可以恨一个人 全世界你可以恨一个人 算了 OK 怨恨就是罪孽 如果两者相比较 恐怕神更痛恨 怨恨多过罪 罪孽这个字在希腊言文叫 阿诺米亚 大家阿诺米亚 阿诺米亚 阿诺米亚什么意思呢 阿诺米亚就是 无法无天过新灰法的事 我们这样看我们讲无法无天 但我们怎么无法无天上帝就不听 怎样 这有无法无天什么概念 我们来看 主说 主的眼看顾义人 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 唯有行恶的人 主向他们辨念 很严重 罪孽是隐藏的罪 不是说你到那里犯了一个罪 而是说那是你不能有的 比如说你向着某个人笑 可是你心里面却是很妒忌他 又比如说你在教会聚会的时候 你拥抱一个人 所以还说一言神祝福你 但其实你心里面是瞧不起他的 这叫罪孽 明白了吗 这种的罪 这种的罪是很虚伪的 你很虚伪上帝多给你有的好 谁把酒 谁脱 谁脱 谁瘀 真的 我们不能有这个为伤 神说 所有的罪 他最讨厌这种罪 因此只要我们心里面 还怀着这种为伤的念头 疏 疏疏疏疏疏 那种啊 无论我们祷告过久 咖都不停 来到上面面前这条真 对人也要真 真的要抗血 ok 绪了 大家一起读一 二 三 你们做丈夫的也要当事实的其次同处 因他事实的众多的欺凌 因能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他 这样也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乱以主 OK 兄姐妹 这里的意思啊 别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你们做丈夫的要体谅 让用体谅的心和妻子住在一起 别让你祷告受拦住 虽然这句话是讲丈夫 但是也可以拥有在家中的每一个成员 就是你在家中有任何人 你有嫌弃的 你必须要原谅 OK 先引读 我们再来看 好 一起读一 二 三 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没有人教了 我跟你讲 吝啬的人 神必不听 大家 吝啬的人 神必不听 连心里吝啬也会拦住我们的祷告 神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吝啬 恐怕他就不听我们的祷告 有些人比我们还不信 如果我们不关心他的需要 我们有什么立场来到神的面前求供应我们的需要呢 跟旁边的人 跟旁边的人不要吝啬啦 不要吝啬啦 OK 我们来看 正面的 上帝怎么祝福没有吝啬的人啊 慷慨的人 上帝怎么祝福我们 一起来读一 二 三 阿们 不要吝啬 上帝就对你吝啬 你对人 慷慨 上帝就对你 慷慨 OK 另外 这是对人 对神也不要吝啬 我就旁边的人在讲 对神也不要吝啬 OK 我们来看 上帝神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 二 三 万亲之也有话说 你们要将堪那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到长度 使我家有羊 以此是是我是否为你 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庆祝你你们 甚至无处可有 哇 感谢主 你要你的家 被祝福到无处可有嘛 不说得得了 我搞磨了那种的态度 你必须对上帝教教奉献 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个人 有那十分之一的 我是一个牧师 我从来没有去借给你 给斯利丰的牧师 这是我不做这样的事情的 因为我做太久 我看太多教会 这个东西我不做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不是我要求的 不是因为教会需要钱 来跟你这样讲的 这是上帝的命令 上帝说 上帝的世界里面 不可试探别人的上帝 这明明记载的 你不可试探你的上帝 但是这里上帝给你一个机会试探他 你试试我 如果你把心钱奉献来给你教会的时候 你看看 你的家 我会打开天上的窗户 倾倒到你没有地方可以收啊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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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就吃走了 就不多讲了 再多讲了 人家就敏感 牧师很看钱的 这样讲 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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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牧师也要提下一个 牧牙 我做一个基督徒23年 我每一次我拿到薪水 我什么都不懂 我一定会把我的十一奉献分别出来 七月一号 我还没领薪水 我也凭信心分别出来 因为我知道这部分不能动了 我帮他们加到上帝 他们救我们家也要聊了 下个月我真的没有祝福了 是的 我先分别出来给上帝 你知道吗 我在这里分享 我并不是要拨摇我自己 而是要我作用榜样 来给你们学习 我除了教十一奉献 我另外给十一奉献来帮助别人 我一个月教20% 不是10%来 在新页里面 来教十一奉献是不够的 耶稣 老贵 老爸 我们出了 干了 活了 100% 如果我们给10% 太吝啬了 我们应该是全然奉献 我们是100%的 阿们 所以不要吝啬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有法人不藐视被求的人 它才听穷人的祷告 并不藐视他们的稀求 我相信这个经文读了 你就明白我在讲什么了 要谦卑的人 神一定听 证据一点 所以这辈子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不要疼狗 也不要疼狗 我们必须要谦卑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了不起 大伟 这世界都是大伟讲过来的 大伟是王咩 大伟什么没有 要女人有女人 要屋子有屋子 他什么没有 他讲自己是穷人啊 穷法人啊 他承认穷人的祷告 大伟是一个国王 他竟然这样讲 我们必须来到上帝面前 必须要有种态度主啊 我什么都没有 如果不是你 如果没有了你 我什么都不是你 所以 结束 来到神秘随毛毕竟 他自己是贫穷的 贫乏的 在一切所行的路上认定他 因此你的道路必恒通 神拦住骄傲的人 施恩给贤卑的人 我们来一起读最后一段 神拦住骄傲的人 施恩给贤卑的人 给上帝祝福你们一起这样一起来 最后 祷告神一定听 这十个不用再读了 因为太多了 我们就明白这十个 我们记住这十个 只有神一定听 神必他 他一定听你的祷告 如果你做主的这十个东西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